上人碎莫行脚 与台北慈激医院医护团队温馨座谈 今年9月疫情期间 洪加多人先后染疫 速度进出医院 七个月大的小孙子 新冠肺炎并发重症 谈起这一段家人哽咽 不知道他下一步 他的病情会往好的方向走 还是不好的方向走 医院确诊的同仁 先挪出他们的病房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入住 这件事我觉得是在一般的医疗院所 是做不到的事情 COVID重症的五岁以下的孩子 第四个重症的个案 也就是需要住家户病房的疾病 其实就是效果这样 那甚至因为呼吸窘迫的话 有可能还需要使用到呼吸器或插管 等等的一个治疗 六十岁的脑瘤患者 八公分的良性脑末瘤 被大小血管包覆 台北慈激医院医护团队 全力抢救 手术将近八个小时 但家人用平常心看待 因为全新信任医疗团队 老板上看 怎么着头发 我早上严重 我就做医院志工 一年只志工 几十年万百效果 对我们的医生 我们要抱着有信心 血管就被肿瘤包覆 那有时候甚至 甚至必须要残留一部分小肿瘤在后面 所以这个当场 术前除了仔细阅读这些影像之外 你当场在小医院下面的这个 临场应变也是非常重要 术后患者几乎没有留下后遗症 上人用手指正道 勉励医护面对生命拔河时的坚持 很虔诚地面对生命 面对疫情仍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上人祝福医护 除了在医术不断精进下 也要披好盔甲 保护自己 才能守护广大的慈悸家人 大爱新闻 黄千荣 谢喜全 梁嘉明 台北报道 关渡人